大家好 我叫小花 这是小花 同学 还是我丈母娘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丈母娘家了 买了点水果 小花再切点水果给客人吃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丈母娘做的一些豆子 给我们做丰盛的午餐的 我丈母娘的厨房还有特色 特别特色 今天因为来客人了 所以我丈母娘的话用煤气罩了 平时的话都是用土灶做饭的 我丈母娘家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没什么变化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专职司机 他是从家都打了个车来回 然后吃个饭我们就回去了 打了个车 然后吃个饭 然后我们再回去 买了点小水果 我又父母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来了一个老奶奶邻居 老奶奶是一个邻居拿着来的 哈喽 给老奶奶吃点葡萄吃点水果啊 小花在给我们做中餐了这个 小花歪歪举的啊 现在知道炒我们中餐了 去地里拔了一些大蒜 你看 刚才我们去拍摄视频啊 小花 这是这是妈妈的大蒜 大蒜有点老了这个 这是在搞什么那个 这小瓜瓜太小了这个 一点点米饭 没错我们不吃很多我们就吃一点点 嗯 阿姨在吃吃那个哈 吃葡萄这边吃水果 很少啊 很少了这一片 这是我张母娘家的这只小羊哈 小羊糕 再吃了个鲜花呢 吃香蕉皮的小羊糕 我岳父啊岳父又要准备 杀鸡了哈 准备搞只鸡给我吃一下 搞一搞一只鸡啊 哎呀哎呀搞掉一只老母鸡 这个这个这个的 给我们搞只老母鸡是吗 小花 好搞就搞吧 搞这些老母鸡啊 这个照好的鸡呢 这个照好的 我岳父要搞这老母鸡给我吃一下哈 哎呀 这老母鸡有点小啊这个 可能只有两斤多一点啊 两斤多一点 他们这边是要 哎呀不肯不肯不肯 这我张母娘哈 再给我们呃做花菜吃 我岳父的话再给我搞那个 鸡土鸡哈 我们这里是不要菜板的哈 咱们这里切菜的话 只要用一个那个镰刀 切一下就可以了 说话发现的钱是什么 只有我张母娘家 你看这切菜我我我都很很很害怕 我要放这个切到手 呃一方水手养一方人啊 确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哈 他们这不需要不不需要那个 案板的 不需要案板的 就这样切就可以了 哎 嘿嘿嘿 你倒菜 你给我绣着腿锤 给我点 挺有意思的哈 我现在给这个鸡把毛啊正宗的土鸡呀 哎今天我们搞一个小鸡对蘑菇这个 这个小鸡对蘑菇吃一下这个咖喱鸡我们吃不了 咖喱鸡又不大喜欢吃 咱们今天搞一半 让我张母娘他们吃半只鸡的话让我我们搞个小鸡对蘑菇 这是我们小花同学做的鸡肉啊 小花你还做的鸡肉汤啊 哎呀这是我们的鸡肉 看一下这什么呢我咖喱鸡肉啊 好吃好吃好吃好香啊 没有放辣椒 再来看一下我们小花同学做的这个 给我搞了一个这个小碗哈 我们以为是小可心吃的饭了这个 这么小的碗 好我们尝一下鸡肉 那个是装水的 土鸡肉哈土鸡 回家都啦 小花妈妈给我们送了什么礼物啊 啊给我们带的菜带这么多菜呀 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你给姐姐一点啊 给姐姐一半差不多了我们吃不了这个四季豆这么多这个 给了我们这个 很多的这个大蒜 大蒜头啊 然后小花他说这个大蒜头在 你家都比较难买啊 然后我丈母娘 给我们这个肉鸡大蒜头 它是太贵了 这家都 准备出发了 这个臭美的小花哈 哎呀 小花走 咱们去家都了 啊这是我们搞的一个小车小小出自车过来哈 哎呀这是我岳父给给这个出自车司机 整了点菜啊 我岳父也给我整了点菜 咱们走吧